全国政协一直十分关心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 全国政协有230多名港澳委员 他们更是欣喜香港 为香港的稳定发展建言献策 同时积极参加港澳的建设 你刚才问到了香港现在经济的情况 那么目前香港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 不仅是因为疫情的冲击 也受到了修理风波的影响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 完善了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 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发展 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香港的命运从来都是与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香港背靠不断发展的祖国内地 是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 近年来国家快速发展 为香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中央大力支持香港参与一带一路 越港澳大湾区和国家自由贸易四眼区的建设 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帮助香港企业开拓内地的市场 为帮助香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央政府全力保障香港的物资供应 协助开展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援建香港社区治疗设施和临时医院 以确保香港经济的社会稳定 全国政协围绕促进香港繁荣稳定发展 积极开展工作 去年全国政协先后召开了对口协商座谈会 专题协商会 围绕建设越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推进越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主题 深入交流 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为中央制定政策有效施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政协委员们相信 在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由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 香港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你刚才提到关于爱国者治港问题 我们认为 爱国者治港 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应有之意和核心要义 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无论是制定实施国安法 香港国安法 还是完善特别行政区的选举制度 都是为了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 沿着正确方向行闻支援 全国政协将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港澳工作 大正方针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共识 坚定支持 爱国者治港 这一根本原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